你好,我是黄秋英,1962年出世 你不要报名字啊,因为看图屯死人报名字,你还活着呢 我要看的是,几几年属什么的 1962 好,你说1962年属什么 老虎,虎的 属老虎 对 你告诉我你想看什么吧 我身上有没有灵性啊 我告诉你啊 第一,你的胸部出过毛病 乳房出过毛病 对,对 第二,你的肠胃很不好 对,对 你人是一个好人,但是你要注意你的心脏以后晚年会出毛病 要怎样办呢 要怎样干嘛 要怎样干嘛 要怎样,或者是可以什么可以解决呢 念经或者什么 念小房子呀 自己要念大悲众,念心经 然后念小房子 明白了吗 明白 你这个人啊 你这个人啊,很不懂啊 你这个人的天庭啊,要饱满啊 你看看,你把头发遮住了 你运气一点都没有啊 好 头发要把遮起来 把它分开 让额头亮出来 好 你才有运气啊 好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自己心脏当心 你主要是血液循环不好 对对,血液循环不好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要问我儿子 他是1979年属羊的 79年属羊的 只能看看有没有灵性 这个儿子,我告诉你你要当心 生出来的时候体质就不是太好 明白了吗 嗯 现在呢,孩子是没有问题 但是呢,就是性格比较内向 不愿意理人家 对不对啊 啊,对对 他说,工作没有这么顺利 什么 工作没有这么顺利 哦,工作没有这么顺利 对对 你叫他每天念七遍心经 哦,七遍心经 你每个星期给他烧两张小房子 给他念一百零八遍解节奏 嗯,他是读英文书的 我怕他不会华语 你帮他念呀 啊,我帮他念 嗯,你帮他念嘛 一样的 我们也有英文书的呀 一样念的呀 我在欧洲,在美国很多西人都在念经的呀 他们就照着英文念呀 嗯 挺好的呀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好,我再最后提醒你一下 你要放开 你这个人太执着 像男孩子 你太刚强了 记住,太刚强会折断的 是 脾气呀 不要太倔呀 我说你呀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脾气要软一点 好好,谢谢 谢谢 谢谢